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个形象基本都固定住 精准住都固定下来 固定下来之后呢 按照传统讲的就是画褐色的稿 画两遍褐色的稿 然后画这个蓝灰稿 画这个蓝灰稿之后上这个色层一遍一遍上 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但是你要是素描工夫足够好啊 或者是这个绘画的基础能力足够好 你就可以简化一下这个流程 就不用按部就班的这么做啊 你只要能控制到最后的效果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是做客件的时候的一个东西啊 给大家把镜放一点看 哎 怎么还虚了呢 怎么还虚了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灰稿 灰稿的过程啊 这鹤色的稿这个过程我都没了 好像 基本都没有了 这就是一个灰灰稿的过程 把一个稿子先做成一个灰灰 这个因为要上课用啊 就是给人看 所以画的相对来讲还比较细致一点 有这些关系都比较细致一点 如果心里头足够的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你计算的足够好的话 你不用画这么细 你就画一个大概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关系 明暗关系就行啊 那从这个关系上 从这个关系上逐渐上色层一遍一遍的上 开始的时候也是正常画 该红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呢 该红的地方红 该重的地方重啊 这个画法里面呢 它比较注意的是那个固有色的这个颜色啊 它不太考虑光源的颜色 它考虑反射光的颜色 所以呢 这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就正常画 画完之后呢 颜色一层一层往上提 你刚开始画的时候 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要在基于这个这个蓝细杆画 不要说这个上面上去之后 跟它没关系了 它上面颜色相对还是要薄一点 所以它才会有透明的那种感觉啊 那种那种感受什么的啊 然后最后也是这个颜色的层也是都做到大关系上 做完大关系之后 然后在上面再做细节啊 那那个这张这张画就是没做完的 这张画就是把大关系做完了 然后细节和背景还没做呢啊 这张这张就相对完整一点 没上光的 现在看着可能就是比较表面上斑驳一点 就没上光的 但这张画基本的流程就做完了 基本流程就做完了 比较强调它的那个光线感 它这个 它这种绘画呢 就是讲究这种流程 就是一遍一遍的做能保证你效果很精准 很完美的呈现那种色彩 但是它这个色彩就不是印象派色彩 它是讲究这个反射光的这种色彩 不太考虑光源的这种色彩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 在这个时代画的时候可以考虑稍微多一点 但是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这个方法它不太好用 要是按照印象派那个方法画它就不太好用 所以就一个方法适合一种风格吧 就是你想要画什么 这个东西呢 从技术层面上讲呢 就是给你做一种比较主观的创作 给你做一个技术储备 对吧 你有一个特别主观的一个想法 一个画面的时候 那你利用这种色彩和这种技术 才达到的话就比较稳定 状态上会比较稳定 不会出大的纰漏 一层一层一步一步在做 在这个每个步骤里面 你也可以做个更改 做一些调整 这都没问题 技术难度上来讲 没有太多技术难度 还是基本功的问题 就是说你素描稍微好一点 造型能力 基础能力都比较好一点 然后色彩上应用上讲 就是它就相对简单一点 它色彩也不太多 然后重要的是在于把控控制它的色彩 控制在哪个画面里面 哪个调子里头 然后怎么一层一层地把它做起来 它对于左官的能力还是要多一点 它看着虽然很像照片似的 但实际上还是差别挺大的 它是一个比较左官的过程 今天就这样 然后有什么问题 我看到大家留言什么的 我再给大家说 最近反正一直都在做这些刻件 还要做几张 然后陆陆续续传 有的时候拍完了 做的时候 就心里头 没时间做 就没有这个状态去做 反正大家有问题 我就给大家说两句 好 今天就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